昨天下午赖清德就已经针对这件事情 不是针对 是记者针对这件事情 在问赖清德的回应 但是赖清德转头离开 快步离开现场 完全不理会 那继续问 赖清德今天又被问不伦练 要为李太太主持公道吗 昨天的反应又来一次 再度的转身离开 不是只有这两次 更早之前刚刚恒婷提到辉哥 就是绿营当时爆出了性骚扰事件的导演 辉哥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一模一样的反应 赖清德一样也是转头就走 所以他三度的转身离开 亮哥 所以他每一次他要一直转转转 转个不停是不是 只要问到类似的这一题的时候 就是这种反应 意思意思回答都不行吗 回个空话都不行吗 不会回答 如果我我也会是这样 不回答 不回答的 因为没有办法处理 你怎么处理 我怎么能够保证男子会回到女生那边 我怎么知道你们感情是怎么回事 这个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叫做 公亲难判家务事吗 这个就已经是家务事了啊 你顶多只能够讲说 那个法律的部分我们希望司法公正啦 就这样而已啦 公职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的啦 你只能够就法律啦 司法能够给予公正的情况 你做这样的期待就只能这样而已啊 那私人感情的东西你怎么去回答 对不对 对可是问题是他当时不管在这个性贫性骚争议 他高道德标准也是他数据起来的啊 所以他离职啊 他只能够处理到古拉斯离职而已啦 那那个男的会不会 那到他离职他就觉得 赖清德就觉得说他已经切割了是不是 当然是啊 不然他接下来能做什么 那当然接下来不会给他职位啊就这样啊 他不会把他拉到禁种嘛 那男生会不会回去女生那边 这个谁能知道 这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嘛 所以 就是清关难断家务事啦 就是这样啊 所以不可能回应这个李太太 主持公道这件事 不可能啊 对赖清德的考量一来就是讲 清关难断家务事 二来是不是因为这算是古拉斯的私人领域 反而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还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赖清德的民调还是高嘛 还是第一名嘛 还是领先嘛 好就算前一波的me too风暴 或许让他民调稍稍动了一下 但是还是第一名啊 所以他觉得无伤 你处理这个 你搞不好你民调更低啊 就说了话或是怎么处理 民调会往下啊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产生什么事啊 坦白讲我们只看他 还是他也知道后面还有更大咖的 哦那个是另外的事啦 跟这一团无关啦 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知道 人家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啊 政治人物不是什么事情都该做评论的啦 有时候也该自治啦 就是讲到你的权力所该到的范围啦 大概就这样 好亮哥那今天其实不止一家媒体 有几家媒体的一些评论角度 都认为说只要尤其像这种姓骚啊 然后牵涉到这种比较桃色非文的东西 比较负面的议题的部分赖清德就是躲到底 是他的惯用的态度 那这个部分 对他接下来的拉抬民调来讲 会不会也受影响 我觉得他能够管的人 我觉得是记者应该去追问 他该处理的部分 比如说王毕胜 你为什么王毕胜你不处理 为什么王毕胜还可以去当 还升官欸 陈宗燕 我觉得记者应该问这类问题啦 如果记者问错问题 你叫他怎么回答 我认为他当然就没事啊 就你一定要问 人家认为你可以处理 而且该处理而未处理的东西 那民进党这类的人 因为陆续浮现嘛 那现在纵死之地就是王毕胜嘛 因为王毕胜那个就是真的嘛 而且还放在那边啊 对啊 结果他为什么不用离职呢 还升官 我是说如果国民党要打这个议题 应该朝这种方向打才对啦 你去扯这件事 你扯这个事就是没有人能够回答嘛 谁能够回答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证 那个男的会回到女方那边啊 所以他就是你该回答公共议题啦 那这类议题我认为一定还有很多 刚刚看庭就举了好几个例子啦 他说这些人为什么还可以去选 那你的标准何在 这一类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问要问 我们一般讲的公共议题啦 然后是你的权力所及啦 然后人家也觉得你可以处理 然后却没有处理这些部分嘛 好 可是大家会放在一起看嘛 古拉斯 陈宗晏 王毕胜 这些就整体来看 会不会冲击到或是影响到赖清德的选情啊 会吗 整个社会观感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有做适当的处理冲击就有限啦 因为国民党也有啊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这样讲 那人家也会去扯傅昆琦啊 会去扯陈雪森啊 这种东西就是 而且选举扯到的议题太多了啦 人们不会只关心这个议题啦 尤其选总统 选总统议题可多了 对 对不对 那我就看到这一期天下 封面故事叫做2025停电危机 这个搞不好影响更多人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议题 人家就看来看去结果都一样 当然民众党比较少啦 比我们人少 哈哈哈 不过就是 就是民众党有处理嘛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各有没处理的部分 所以你说会明显失分我觉得也有限啦 除非他都不处理 不过他有部分处理 他也不是都没处理 那他这种三度转头就走 会不会留下一些也是不太好的印象啊 这没什么他本来就这样的人啦 他从来他不 你去问他那个 台南那个铁轨东移 你看他会回答 那个 多咧 他不回答的问题可多咧 我并不觉得会有特别的感觉啦 好那士圈怎么看 因为我刚刚其实随便举了一个民调 这边就是摆在眼前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你看第一名还是赖清德啊 还是稳定领先啊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是不是他也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影响他啦 可是包括了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平社的角度 就说古拉斯世纪陈宗燕之后第二个重见落马的赖清德人马 但面对这起事件他却不做回应 相较于侯友宜找了金普聪操盘 赖清德选情似乎陷入低迷 其实意思是说他可能民调要再往上就一直拉不上去 那联合新闻网的短评是说 公项总统之位赖清德想方设法直写党内的性骚扰争议 就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他树立的高道德标准啊 好但是呢这获得他重用的子弟兵 却陷入了性丑闻风暴 随乎妻子又公开要赖清德主持公道 痛批古拉斯说谎 显然风波一时难以平息 赖清德想切割也绝非容易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